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你好 我是一天和世界客人和国际 麻烦请开家门 这并不是一次正常的人口统计 而是吉林省白山市警方 为了抓捕犯罪嫌疑人 布下的天罗地网 他们要抓的人 很可能就藏身在楼上 中间的那户人家 在楼上 然而等了半天 中间的那户人家一直没有动静 眼看着抓捕就要落空 然而宁静们并不甘心 他们数日来的奔波 就是为了揪出这名 深藏不露的幕后黑手 那么警方要抓的究竟是个怎样的神秘人物 事情还得从半个多月前说起 2013年12月24日的之前早晨 白山市市民丁伟像往常一样 开车送孩子去幼儿园 然而离开幼儿园之后 他就奇怪的失踪了 当送完孩子以后呢 所有的人都联系不上他 他老婆就意识到他肯定是遇到危险了 他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老公是那样的 报案的家人说 丁伟是个电脑店的老板 这些年来生意一直做得很不错 经济上也比较宽裕 丁伟从面上看 应该能看出有点钱 有自家车 而且呢 从穿一袋帽子的外形 这样进来看呢 还是可以的 实际上 这让警方感到不同寻常的 还是丁伟妻子接到的那个电话 去丁伟的妻子说 24号的下午 丁伟曾经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要他准备60万元钱 说是有急用 然后就匆匆的挂断了电话 当他把电话打回去追问的时候 发现丈夫的两部手机都已经关机了 这让他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因为家中 平时钱都是由丁伟来掌管的 用钱根本不需要向他开口 显然 丁伟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来向他暗示 自己可能出了意外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丁伟现在又在哪里呢 前一人挟持人质 到底是为徒财 还是受人雇佣 这是车内发生的什么事 我们从监控里也看不清楚 还打完了 都不再有作案事件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结案接连发生 很接很接近的 就指的我 把眼睛也擦掉了 手里脚的也放 金魂祭 一线正在播出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定位的妻子 向警方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情况 事实上失踪期间 定位给妻子打过两次电话 第一次是在失踪当天上午 说要出差两三天 第二次则是在下午 要求准备六十万元钱 所以你做买卖 平时你用不了那么大的钱 那么多的钱 你做买卖 用那么大的钱 在什么时候 你不用管了 家里就感觉到 这六十万 有点问题 家里并没有这个能力 能拿出六十万 现金这个情况下 他能往家里打这个电话 是不是要再提醒家里人 他已经有出事了 或者是他是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被人胁迫 被人逼迫 要的就六十万 警方随即调取了 幼儿园附近的监控录像 监控显示 定位带着儿子 进入幼儿园时 并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父子俩似乎都很高兴 可能是因为要赶着去上班 送完儿子 定位一路小跑的 从幼儿园出来了 可是很快 侦察员就留意到了 一些可疑的细节 定位在大门口上了车 随后有两个人 也上了他的车 动作很迅速 几秒钟后 第三名男子 也靠近了定位的车 这时呢 车内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从监控的 也看不清楚 但是呢 经过大概 五秒钟左右 另一个站在 驾驶室外面的 这个人 迅速上了车 将车 马上开走了 上车的三名男子 与定位是什么关系 最后上车的男子 为什么会从驾驶员的位置上车 刚才上车的定位又坐到了哪里 这一切都让警方一斗重生 到底什么原因 电话也打不通 人也找不到 车辆也不到站长 侦察员注意到 这三名男子上车的位置很特殊 他们分别是从三个方向靠近定位的车 其中有两个人 分别从副驾驶位置和后门上了车 另外一个人 一边挡住了定位的车门 一边东张西望 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 显然是有所预谋的 发现这三个人应该是经过伪装 因为三个人呢 同时都戴着帽子 还有一个人呢 戴着脖套子 看来定位很可能遭遇了绑架 那么监控里上了定位车的三名男子究竟是谁 围绕车子的去向 警方一路追踪 发现开到西站的位置 以后呢 这个视频呢 就没有再追踪到这辆车辆 这时 负责外交的侦察员反馈回一个消息 最近定位的银行卡 在临近的通话室有过两笔交易 一笔是在12月24日晚上9点多 取钱人是两名三十来岁的男子 一人在门口等候 一人进去取钱 另一笔是在25日凌晨一点多 取钱的还是这两个人 他那个卡里有十万多钱 结果呢 他们只拿出了四万多的 其他钱呢 是因为求不出来 从白山市到通话市 有两条主要道路 南线和北线 南线是已经破损严重的老公路 很少有人走 还绕远 因此侦察员首先在北线沿途调取了大量监控 在这个过路上主要的这个卡点 我们都没有发现这台车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颇感异外 案件似乎进入了死胡同 于是侦察员转换了思路 他们开始考虑 三名嫌疑人是如何到达案发现场的 通过监控 警方发现 案发当日早上七点多 一辆黑色轿车在案发地点周边出现过 八点多时 这辆车再次往返于现场周围 这次从车上下来三名捂得很严实的男子 他们与幼儿园监控里出现的三人装扮非常相似 这三个人是在等候一辆车里出现 往后尾随到那个小区里去 警方推断 这辆黑色轿车应该是嫌疑人的车辆 他们多次出现在现场周围 很可能是在踩点 那么案发后这辆车又去了哪里 图件的视频 再加上去通话 回来的视频 都是这部车 都是这部老款的红旗轿车 嫌疑人明明开走了丁伟的车 可他的车却没有出现在去通话的路上 出现的反而是这辆红旗轿车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辆车应该是一个老款的红旗轿车 可是监控里的红旗轿车很模糊 也没有车牌 怎样才能找到这辆车呢 除了在网上查找登记的红旗轿车 警方还派出了六个侦查小组 在二手车市场等场所搜寻类似车辆 通过我们走访呢 发现了很多该类型的车辆 但是呢 都没有都已确定排除了犯罪的可能 我们这个工作呢 一度现有将军 就在这时 丁伟的妻子又接到了第三次电话 电话里 丁伟追问妻子 六十万元准备好了没有 这样说又抵押房了 又准备钱 现在还没准备完 压了三十万 我现在怎么把钱给你送去 但是对方并没有回答 直接把电话关机了 难道是嫌疑人已经察觉到了什么异常吗 情况一下子变得复杂而危急 解救人质刻不容缓 可是此刻的定位到底在哪里 分离嫌疑人呢 肯定是经过周密的安排和周密的计划 以后呢 对这个案件进行作案 面对这样一群狡猾的对手 警方决定 将嫌疑人的黑色红旗轿车作为突破口 功夫不负有心人 几天 侦察员偶然在二手车出售网上 看到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车与嫌疑车辆极为相似 可是在确定这辆车是否就是嫌疑车辆的问题上 侦察员之间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一个出乎想象非常相似的主要的特征 那就是在车尾右侧 有一条非常相似的划痕 有些同时呢 因为这个车辆 这些痕迹特别不足以说明问题 但是呢 有些同时呢 就因为这个车辆应该是犯罪嫌疑用的车 在这个观点上呢 特别突出 案件侦破 一而再再而三的进入困局 好像很难找到头绪 不过 这桩难以琢磨的案件 不仅让警方联想起了不久前的另一桩类似案件 早在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 市民盲门来到车站等车 准备坐公交回家 就在这时 从后面开来了一辆面包车 面包车到后跟点停下了 停下之后 然后车窗往摇下来 里面有两个中年男子 就跟他打拥到 就问红旗茅尔城怎么走 然后王文就告诉他 顺着这个大街的红旗大街 一直往前走 就到了 他说你上哪 我说我也上那边去 他说你上不给代表道 当时王文并没有多想 两个嫌疑人就这样轻人一举的 将他骗上了车 很接很接的那道 就指的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 然后 别说话 上会拍 拿这个胶带把眼睛也拆下了 把眼睛拆下之后呢 手用胶带也绑上了 然后王文就被他们控制住了 被捆绑前 王文留意到 两名嫌疑人的年纪 大概在三四十岁左右 其中一个人长得还不错 而另一个人戴着帽子 看不清样子 这个深夜 他们从王文的银行卡取走了八万多元钱 几乎把卡上的钱全部取光了 乍一看 这像是偶然发生的抢劫案 但仔细一想 有很多不寻常的地方 如果嫌疑人他是随机作案的话 为什么他们要选择穿着普通上了年纪的王文来下手 恰巧王文还有搭车的需要 所以很容易就上了嫌疑人的车 事情真的会如此巧合 看似简单的案件 细想之下却是迷雾重重 嫌疑人行为怪异 似乎总在刻意掩盖 你要想 有命 有必至少 他们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惊魂记》一线正在播出 拿到钱后 两名嫌疑人最终释放了王文 不但还了手表 还给了他一百块钱打车 王文告诉警方 这并非是一起单纯的抢劫案 因为嫌疑人曾经出言威脅过他 还口口声声说王文得罪了人 对方花五十万元要买他的命 当时王文就想到了一个非常可疑的人 那么王文和弟弟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呢 这一切都与王文多年苦心经营的一个器材店有关 王文说 因为这几年自己做生意赚了一点钱 弟弟和侄子便对自己的家业产生了贪恋 双方为此曾多次发生不快 他那个儿子在我这干了十年 他总想让我把他儿子给他儿子 给他儿子继承 所以到后期他被抢的时候 他第一想到是他的弟弟 是他亲属做的 9月16号我和我这个二弟 在法庭我们冲突了一把 我把他脑袋就推墙的地方 直接就刮破出血了 当天晚间他的儿子就骂你这么的 当时他的侄儿和他弟弟 就养养要把他怎么怎么样 然后之后突然间就没有消息了 很快警方调取了案发当晚嫌疑人 从银行取款的监控录像 当看到监控录像时 王文的情绪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他说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特别是在监控录像上看到以后 王文集结缺业就是他的结束 警方迅速对王文的弟弟和侄子进行了外卫调查 而调查的结果却排除了这两个人的嫌疑 在王文被抢劫的这个发案的时候 他只是没有作案的时间 警方分析认为 王文自然是一个小老板 但从装处上看依族非常普通 一般的嫌疑人脱胎会把这样一个不嫌疑的老人 当作抢劫劫持目标 而且整个过程中 嫌疑人作案手法温和并没伤人 反而处处手下留情 种种细节似乎透露出 这像是有针对性的熟人作案 最后一时犯罪嫌疑拿了8万块钱 再没更多要钱 也说明了犯罪嫌疑对王文的经营经上的情况 有一定的了解 从作案手段来看 王文案与定位案有着诸多惊人相似之处 虽然王文案一直没有进展 可这起案件就为定位案件提供了一个新的侦破思路 嫌疑人很可能也是定位的熟人 认为他身边的人作案 那么定位身边有没有可疑的人呢 由于定位平时做生意 免不了与人发生纠纷 定位的妻子怀疑 他可能是因为债务纠纷得罪了人 于是警方一直对定位的经营情况和债务关系 进行了梳理和摸牌 全部排他完了 都不在有作案时间 嫌疑人应该就在身边 可究竟不是什么人呢 这个人和他熟悉不一定是十分熟悉 像这样一人呢 就是在整个排查过程当中呢 就不好排查 嫌疑人熟悉受害人情况 却又无法排查出来 那有没有可能只有人收满了嫌疑人 而自己却藏在幕后暗中指挥呢 是这个自情人给他们提供了情况 他们是十分熟悉 倘若正是这样 如何才能找出幕后黑手 正在警方愁愁之时 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第二天上午 定位向警方讲述了 他被挟持抢劫的遭遇 定位说 那天早晨 他刚上车 还没插上钥匙 车门就突然开了 有两个陌生人同时上了车 我说你干什么 我又感觉不好 想下车想跑 但是我这时候的车门已经开不开了 他没反过来 究竟是为什么 干什么他都不知道 然后坐在副驾驶 那人就把刀掏出来的 都拿刀就逼着我 只是说你要想活命 你就背这事 然后坐在后排座的一个人 就说你过来 让我上后边去 后面在他人 力气非常大 一下就是把他从驾驶室 拽到了后座 车很快离开了幼儿园门口 因为接下来的遭遇 与王文非常类似 我先翻着我头 电话都我翻着 钱都我拿着去了 用胶带沾嘴 把眼睛都给蒙上了 这样在整个的 也是和上一期案件一样 开了车六 第一反应就是抢别人 这是一定的 但是把我钱收走 为什么还要把我拉走呢 定位说 事情最后出现转机 自己被释放 应该是源于自己打出的第三个电话 当时 定位按照嫌疑人的话 追逐家里筹钱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手机就被嫌疑人抢了过去 在这两天一夜中 定位多次找机会 试图问出些什么 不过 看守他的人很少答话 而在几次有限的交流中 定位还是听出了一些意义啊 学甩戏口音 但是一听就能听出来 不是甩戏口音 明显的就是在仿的那种 说的非常的不地道 嫌疑人 显然是在故意掩饰自己的口音 而且 为了尽可能少的暴露身份 这些人彼此谈到一些重要事情时 大多用纸条交流 写字的时候我能评验 第一写字刷刷刷的声音 我能评验 他在余光里 不能看出他没有手势 在车里没有手势 完了之后 如果交流的话 不在车上交流 下去 下车交流 我也觉得很奇怪了 而且给我的一个反应 我觉得应该是怕我听到什么 或者是有熟悉点 定位的话 刚好印证了此前警方的推断 熟人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是 他们的动机 不应该是嫌疑人 所声称的报复 定位还告诉警方 嫌疑人曾把他转移到了 另一辆车上 在这个过程中 定位乘机在后座 留下了一个记号 那么 这辆车究竟是不是此前 警方在网上发现的红旗车呢 经过工作 侦察员秘密找到了 网上出现的那辆红旗车 将两辆车的细节 进行反复甄别 在网上 这个麦克这个红旗车呢 在照片上呢 我们看到了 在车辆的右侧 的门上 有一个 有一个点 这个点和我们监控录像的一个点 是位置 是一致 这个结果令警方十分兴奋 侦察员立即再次找到了嫌疑车辆 经过勘查 这辆车的后座座套上 果然留有丁伟座的记号 特种呢 是完全一致的 那我们就确定了 这辆车 是驻碍用车 与此同时 警方的这辆红旗车附近 还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面包车 面包车的 内部特征呢 基本上和 和谁呢 和王文 所 这个接受的情况 基本吻合 很快 警方锁定了 使用这辆车的车主 韩波 三十一岁 吉林省白山市人 近期一直处于待业状态 通过对韩波的外卫调查 警方发现 案发期间 韩波并没有在家 其家人也不知道他的行踪 整个在两期案件当中呢 都出现在发现场 没有任何的经济收入 刚刚结婚 家刚生有一小孩 而且呢 所居住的房子呢 在近期呢 被重新翻新过 种种迹象表明 该人已得上升 王文案中出现了两名嫌疑人 而丁伟案中 则出现了三名嫌疑人 根据两个受害者所说的细节 警方推断 嫌疑人应该至少有三到四人 那么除了韩波 还会有谁呢 事件的真相 真的像警方推断的那样吗 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幕后主使 随后警方对韩波的社会关系 进行了秘密的调查 发现近期 韩波有两个来往非常密切的朋友 一个叫陈海 一个叫段玉刚 而案发期间 这两个人都不在家 具备作案的时间 同时 韩波 陈海和段玉刚 他们三个都没有工作和固定的收入 但是近期在经济上 表现得十分反常 因此 他们三个具备重大的作案嫌疑 两名嫌疑人牵后懦罢 牵出神秘的幕后黑手 提供信息 你俩去把他抓 到底是谁暗藏在受害人的身边 惊魂记 一线正在播出 警方决定 立即对嫌疑人 实施抓捕 2014年1月9日 这是一个寒冷的午后 遵守了已久的侦察员们 在河边的大堤上 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有点香啊 那个矮根地露东西那个 侦察员所说的拿东西的男子 从体貌特征上判断 就是嫌疑人段玉当 很快 自明侦察员分成两组 分别从前面和后面 向段玉当靠拢 形成了包围之事 一名嫌疑人段玉当 后遇落网 经侦察 与他在一起的另一名男子 与案件无关 随即被释放 那么段玉当的几个同伙 在哪里呢 第二天 犯罪嫌疑人陈海 也随之落网 两人归案后 已是惊弓之鸟的韩波 闻风而逃 在这个世界呢 正好 韩波向陈海打电话 咨询一些其他的事 而是 陈海 已经 失踪的情况呢 马上 韩波就 无踪无影了 说乎 说乎警方意料的是 经过调查 段玉当 陈海和在逃的韩波三人 并不认识受害人王文 那么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王文 下手 对他的情况 表如指掌呢 果然 进一步审讯后 一个名叫陈贵的嫌疑人 进入了警方视野 尽管他从未在案件中露面 不过 正像警方分析的那样 他才是一直隐藏在幕后 向韩波等人 提供受害人情况的知情者 2014年1月17日 侦察员终于找到了 陶贵的住所 他现在在不在家呀 不到点那家 昨晚说的 这小子 这是个老片子 你先抓到他 也是当天 人龙小姐一次 他们七百二十千斤 侦察员的日夜蹲守 并没有发现陶贵的踪影 不过 根据可靠消息 他应该都藏在家里 于是警方决定 改变策略 进门抓捕 这才出现了本片开头的一幕 可敲了半天门 陶贵始终毫无动静 我们是白天室官局 这五公文字 有个事 我给你问一下 你这隔壁住的是什么人 隔壁住的是什么人 隔壁住的 隔壁住的 这隔壁住的 这隔壁住的 男人哪 他们隔壁住的 下隔壁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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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一会儿吧 我们想先帮我们去 弄烈 我们要往上门拿 我们现在有个逃犯 在这里 嗯 有逃犯 我们要 我们要 一会儿我们早开手 我们要过来 把我们门拿 在这儿 我们怎么就行 就帮我看一点行 我们就是 你俩就丑业了 我们就 我们进去什么东西 我们主要是 这个罐子 他能听见 他就是 不是事儿 咱们 没有事儿 你把门打开 凸块儿的啊 老老 你刚刚不开锁了 你不用 你干什么事儿 我不是 我不是 你这样啊 你不开了 我们自己开锁了啊 来 你把门打 此时 开锁人员 已经抵达县差 此时 所有的侦察员 都已经做好了 随时抓捕 嫌疑人的准备 门一旦打开 就是最好的抓捕时机 开锁人员 没有立即撬锁 他首先试探了一下 门锁的状况 你把门开开 来 蒙古安局的 来 你把门开开 来 谁是不安局的 啊 你开门开门儿 你开门儿 找这个住宿就有点事儿 来 你开门儿来 你不用 我妈回来 我去找你 你找什么名啊 你找什么名啊 我去找你 你把门开给我来 能不能开 能不能开 我真的我开了啊 你不开我开了啊 来开门儿 你把门儿翻锁了是吧 那我从创物进了啊 我从创物进了 你听不听明白 你听不听明白 你把门儿打开来 屋里说话的人 就是嫌疑人逃柜 可他始终不肯开门 在采取了多种措施 仍然无效后 警方决定 使用最后的办法 警检警方说 要破门而入 里面的陶柜似乎开始犹豫了 他知道 此刻他已经无路可逃 来来来 你怎么开 不开门儿 来来来 开门儿 把门开出来 你开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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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我坐一会儿你 你坐一会儿 我坐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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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这边 我坐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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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坐这边 咱来 那我坐这边 你们也是我们 不认为我们 都是公安局的 你觉得的 陶贵51岁 吉林省白山市人 有诈骗前科 同时也是山东警方正在追捕的网上逃犯 据嫌疑人陈海交代 陶贵不但是王门案件的幕后策划人 还是受害人王门的熟人 正是他指使韩波和陈海 讲解了年迈的王门 买卖也不好做 想凭利息挣钱也不是很容易 怎么能够快速地搞到钱 他们几个人包括陶某在内 合计了怎么用这种方式 据说法人王门说 他和陶贵是通过熟人介绍认识的 一起喝过几次酒 但两人的交往并不深 我对他印象还真不错 平时对于尔巴总是笑喝喝的 应该说是在王门心中 陶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非常讲义性 应该说非常值得信任 非常值得交往的一个朋友 我光知道他是有点前科 有点什么事 但是都是朋友 接着朋友在一块喝个酒 我根本就不去问谁 王门压根也没想到 这个昔日他眼里的朋友 竟会有一天为了钱 打起了他的歪主意 案发前几天 陶贵找到了韩波和陈海 几个人边喝酒 边谋划着如何去弄钱 姓陶的说了一句话 这样我有个朋友 他挺有钱 我跟你俩提供信息 你俩去把他抓了 对了 然后二人一听 也就同意了 那天是他们好像是在一起吃饭 什么事的 然后那个带我俩去的 然后我俩撤了 三个撤了 然后一人来说就他 然后他们下车 他们吃饭 这么一天 相处的都不错 到最后也没想过 是他找的人强 而他们是随意选择了丁伟下手 是因为韩波此前就认识丁伟 几年前 丁伟开了一个汽车修理厂 韩波曾在那里修过车 正是这一面之缘 丁伟竟然成了韩波的抢劫对象 我分析 只有他一直在学外的故意 因为他认识我 他怕我听出他的声音 这一开始 韩波不说连我一样 就一马一人 然后跟我说 不是说 张爱叔叔 说阿俩不一定够 什么事的 然后不想再找一个 就说弄点钱话 一开始都没同意 最开始他说他不用我了 你跟着去一下 现在后悔完了 目前陶贵 陈海和段玉刚三人 已经被当地的检方 以涉嫌抢劫罪批捕 同时警方也对复案在逃的韩波 发出了通知令 如果您有此人的消息 请您与吉林省白山市警方取得联系 关于本案 警方向我们介绍说 韩波等人对丁伟和王文的犯罪行为 虽然具有绑架案的形式和一些特点 但是他的作案手段 更倾向于抢劫案件的一种手段 所以案件的定性为抢劫案件 同时犯罪嫌疑人在抢劫的过程中 使用了暴力手段和言语威胁 这在法律上属于从众情节 将有可能面临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陈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